第一个也许我们这边可以在假设我们刚刚的公式 我希望旁边多加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的话可以帮我自动产生 那自动产生的部分 原则上逻辑跟我们前面讲的是雷同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控制它能够正确的输出你要的位置 跟输出的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就是跟刚刚的单栏转多栏那个类似 第一个你要先想一下你的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基本上我们输出的范围一定是从第二列一直到第十列 然后输出的栏一定是从第二栏一直到第十栏 这个范围是固定的 然后我的习惯是列用I的这个变数 用J来代替那个蓝的这个变数 那输出的话呢 你就指向什么sales 哪一个sales 这个I跟J的这个sales 那它的跑的方式会这样第一个第二个一直到第九个 然后再换下一列 再换下一列一直到最后一列 OK会帮我把最后的结果给输出 那输出的话后面必须有个等号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个visual basic这个跟前面一样 那预设当然呢我们里面是没有模组 如果说你要能够有VBA的这个按钮按下去可以执行的话 那需要有一个插入模组的动作 所以特别注意在前面都讲过了 在我们预设的那个esale里面没有模组 所以你需要给它一个模组 在这个模组里面的话 当然我需要一个按钮的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的话你可以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99乘法表 OK那当然也可以加一个99乘法表的效果 另外的话有个清除的效果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因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撰写 所以我刚刚我干脆直接拿云 这个云端上面这个程式码 来demo给各位看 那基本上的架构跟我刚刚讲的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是先for i 其实你直接这样看就知道了 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需求去打上去的 那前面都有了for跟ness 这个地方会有个tap 然后呢一个J栏 ness 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OK那输出的话呢 我们需要怎么样 把那个蓝跟列的部分 把它加上去 不过跟我们公式稍有不同 因为公式是直接选取 那如果说你要输出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